港股反复偏远,小业主信心开始动摇,南丑屋远连环6匹价,其中荔枝各美夫新村一个特海优质单位减价360万元,仅以2320万元卖出,减幅超过13%,比同类半年前成交价低约7%,则如冲太古城有三房更匹价20%,以不足1000万元逆手。 美联物业高级区域营业董事吴智辉表示,美夫新村本月站621宗买卖成交,平均实用尺价13611元。 新近陆德罕有四房特海优质单位成交,为八旗百老汇加108号中高层B室,实用面积1373方尺,彩四房间隔,望海景,属优质户型。 原业主叫价2680万元,最近有敢市放比上半年差,所以多次调低叫价。 最终累批360万元,以2320万卖出单位,减幅超过13%,实用尺价16897元。 据了解,原业主于2011年1月以1338万元扣入上纸,并于2016年8月以1680万元将单位内部转让。 按期十年前买入价计算,账面获利982万元,赚幅约74%,同类特海单位于今年6月陆德成交,为三旗百老汇加62号中高层B室,实用面积1370方尺,同样望海景,当时成交价2490万元。 相隔只有五个月,今次成交单位的楼层低一层,楼价却便宜170万元,差距达6.8%,吴智辉表示,三旗百老汇加单位的警官,比试次成交略性一筹,但两者都可跳望为港海景。 故今次成交属低市价,同属于蓝丑屋院的侧如冲太古城三房。 以低于千万元成交,中原地产资深区域营业董事赵洪运透露,太古城顺安各极低层A室,实用面积658方尺,彩三房间隔,望内圆,原业主今年7月以1,210万元放盘。 由于单位客厅外连接公家平台,加上室内装修较旧,所以劈穿1000万元,财获买加以980万元承接,减幅近20%,实用赤价近14894元。 大埔白石角低密度豪宅亦录得低价成交,美联物业营业经理陆楚光表示,白石角云汇11座中层B3室,实用面积339方尺,彩一房套间隔,望原景,原业主年租约放售,叫价700万元。 新近获一对外区夫妇宁以价承接,实施20649元。 据了解,原业主于2018年8月以约686.6万元向发展商购入单位。 辞货于3年,账面只赚13.4万元,赚幅不足2%,扣除发展商提供的各项优惠回责后,估计平手离场。 二手居屋,亦有业主低市价卖楼,中原地产分行经理朱伟雄表示,东涌与东远A座极高层12室,实用面积530方尺,两房间隔,今年6月透过居宜市场,未保地价,放盘,叫价480万元。 业主因为移民,谁增加以价空间,最终类减50万元,以430万元平价沽出,实用尺价8113元。 比同类单位市价约460万至500万元低约7-14%。 原业主于1997年以79.02万元录表买入单位,自住24年转售,账面获利350.98万元或4.4倍。